當日環頭的伙計認為 沒有證據證明陳桂推女兒和老婆下樓 所以就算林淑芳走出來罵陳桂 警方也覺得他只是多疑 林淑芳和姐姐姐姐姐情深 對陳桂的偏見一點也不奇怪 但是事情發生了不久 又到小孩子出事 林淑芳聯想到陳桂想害死自己的兒子 一點也不奇怪 陳桂如果這麼想老婆和子女死 當然把兒子推下樓就行了 要不需要等兩個月再下毒搞這麼多事? 又是, 但我覺得這件事不太簡單 否則就做事吧 是, Sir 文仔這幾天持續發燒 陷入半昏迷狀態, 間中還有急痠 根據這種徵狀 我們暫時認為他是食物敏感導致 那會不會被人下毒? 我的意思是文仔有沒有中毒的跡象? 初步來看就不太像 等一份詳細血液發現報告出埋 到時就會比較清楚 謝謝醫生 陳桂先生, 總區重案組 文仔被懷疑下毒這件案件 已經交由我們處理 我有問題想問問你 Madam, 你別管我的兒子 他瘋了 如果你們和我們警方合作 就可以快點找到真相 反正沒有清白, 我一定和你合作 你老婆和我女兒過世之後 文仔主要都由你來照顧 這陣子我沒有公開, 文仔是我照顧的 那文仔的起居飲食也由你負責了嗎 當然了 以前我老婆在這裡的時候 就由她照顧兩個小孩 如果我老婆和你突然離開, 你不要有事 那事發當晚, 文仔和你吃過什麼? 我不是帶了她去茶餐廳嗎? 我們叫了一碗炒烤飯, 兩個都吃不完 我沒事, 文仔 文仔…你不要針對爸爸 文仔, 你一定要帶保護老公, 文仔 媽媽, 哥哥 文…文仔, 先生 姑娘… 姑娘… 文仔… 通知醫生, 不好意思 文仔, 乖…文仔, 沒事… 沒事了 對不起, 這次幫不了你 Mary, 下午查我的 來, 你再幫我試試 你好, Sir, 你最近的人挺飄忽的 一時要拿大假, 好了, 批了 你又要我去幫你消假 現在失驚無常拿這樣的假子來 說什麼下午有事做 我這樣很難幫你安排 我知道辛苦倒來, 煩你這次吧 一會兒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兩個小時而已, 一會兒是個禮會 多了一個不多, 少了一個不少 待會大Sir和Madam Kuo 親自下來開這個禮會 你自己想想吧 那就是武漢了 你算了吧, 我想這次特首才能幫你 就這樣吧 謝謝 Niko, 抱歉, 我走不開 我想送不了你的機器 不要緊, 我已經坐的士去機場 我們保持聯絡 我保持聯絡 你也保持聯絡, 再見 下面 Lo Sir, 關於陳桂的案件 我從醫院查過, 也有跟陳桂談過 覺得暫時沒什麼可疑 醫生對文仔的初步估計 是食物過敏導致病發症 至於有沒有中毒 還要做一份詳細的血液發現報告 如果那份報告出了證明文仔沒有中毒 即是陳桂沒有可疑 那到時就關閉 關閉之後, 你打一份報告給我 是, Sir, 那我先出去做事 厲害, 回來嗎? 危機見 Lo Sir, 文仔的血液發炎報告出來了 發現他的血液原本裡面 陷入微量的控離子成分 厲害, 那豈不是控中毒? 這是什麼? 控中毒, 也就是中了想人毒 有時候女士的劣質化妝品 都夾了想人 如果你用了, 很有機會中毒 但是文仔的爸爸 沒理由給他一些有問題的化妝品吃 厲害, 妹妹, 那你徹底調查清楚 究竟文仔為什麼會控中毒? 是, Sir Madam 陳先生 進來坐 文仔, 你的精神很好, 姐姐來看你 Madam 謝謝 陳先生, 醫生說他沒什麼了 不過要覆診網 燈燈壞了 是嗎?給姐姐看, 好不好嗎? 可能沒有電, 有沒有新的電芯? 應該有 過來坐 很快可以做生的了 看看, 掉了 謝謝姐姐 乖 陳先生, 這份是文仔的血液化驗報告 他這次真正出事的原因是中了水銀毒 你有給過什麼給他吃嗎? 如果你解釋不了 我們需要你回警局協助調查 你別想隱瞞我們, 我請你坦白說 可能…是符水 什麼符水? 是這樣的, 最近我家發生了一些事 我找了師父, 騙我看屋 他就開了符, 給點水 我都有隱瞞, 怎麼回事? 你怎麼搞的?你是大人, 他只有三歲 那為什麼之前你在警局 你要隱瞞我們? 我不是有心要隱瞞你們的 我都不知道和符水有關 況且我告訴你們, 你們都不會相信 真的, 我真的不是想隱瞞 你怎麼搞的? 小妹妹, 打拆你了 謝謝 看起來 小妹妹, 問這波打得怎麼樣? 差不多了, 問這個字 歐陽法令的歐字是怎麼打的? 小妹妹, 這案子和歐陽法令有關嗎? 是呀, 給符水陳桂兩父子喝的 就是做超導法事哥師父歐陽法令 難怪只有一個小孩中水銀毒 為什麼? 通常師父是用豬沙來畫符 豬沙在中醫來說是有藥用價值 但也有毒性 是呀, 陳桂知道自己的兒子中水銀毒之後 他自己也聯想到和符水有關 之後我問過醫生 醫生也說符上的豬沙 是導致文仔中毒的原因 但醫生也說小梁的控中毒 是不會死人的 只是有這麼巧合得這麼巧 小妹妹, 停下了報告 不要打, 有問題 有什麼問題? 我同意 陳桂不是故意想毒死的兒子 但我奇怪 他怎麼會找歐陽法令 來超渡他老婆和女兒呢? 歐陽法令最傻家的就是 他聲稱有法力能夠令冤勻 灰妃衣脈, 永不超生 並不是普通保佑洋人平安大吉 那麼簡單 陳桂的房子貼了很多符 我以為因為這房子死過的人 所以才有這麼多東西 還弄得整個房子都是符 這個陳桂一定有問題 盧老師… 繼續 我聽盧老師 畢竟是老婆和親生女兒, 我死了 有多大仇口 要來雲飛拍散, 灰飛煙滅 如果真的, 這傢伙真是… 照厲害妹妹回來的報告 陳桂對他老婆和女兒的死 表現得非常難過 是的 如果陳桂真的想超渡他們的話 沒理由找歐陽法令 他找到歐陽法令只有兩個原因 一, 陳桂被歐陽法令騙 二, 陳桂要去隱瞞我們, 想騙我們 那個業主陳桂, 他去找我們放盤 不過誰都知道他一定是空窄 還怎麼會有人要 不過看來他好像很急著要放 還找到附近有沒有便宜的房子租 看來的經濟真是一般 現在還自己在做家 好, 謝謝 你那段時間在中港線好賺的 就賀人包而拉 現在沒什麼工開, 沒錢就被女人 不過難道, 一輸錢 就找他老婆和女兒出氣 你說這種人渣 推他兩母女下街, 你怎麼這麼出奇 Madam, Sir, 你給我拉他 你現在看TVBUSA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訂閱吧